两个壮汉将沉重的包裹用力往外一扔 却不偏不倚 正好砸中掉在半空的帐篷上 随着一声巨响 女人瞬间被吓醒 她惊恐地看向四周 可没等搞清楚状况 包裹又再次撞了上来 让本就摇摇欲吹的帐篷剧烈了 情况十分危险 女人下得要雨 不快点爬出去 不料壮汉收紧绳 包裹突然加速 她反应不及被撞出帐篷 整个人掉在半空 脚下是高达三千米的跳壁 光看一眼就让人呼吸困难 稍有不慎 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可没等女人想好如何脱困 包裹又飞速出 过来直接把她撞飞出去 女人一声惨叫 下意识用双手死死地抱出包裹 这才堪堪固定住身体 挂在千里高空望来晃去 这时上面领头的男人发现不对劲 急忙趴在地上向下张网 结果一眼就看见 包裹上竟挂着一个女人 正被绳子拽得不停摇晃 可她却并未马上救人 反倒大吼着 让同伴放开绳索 两人刚松手 女人便猛地向下一沉 惊得她连惨叫都带上了 姑娘 她好在绳子冒钻 绑着登山扣 暂时不会掉下去 但谁也没想到 男人竟丧心病狂地拿起匕首 用脚踩住绳索 一刀击断 幸好女人也急手快 在坠落瞬间 攀住峭壁上凸体的小瓶海 这才脚